大家好,今天我將會同大家介紹 另一個簡單而實用的Google Chrome 瀏覽器 擴充功能程式 一個擴充程式名字叫 ReadAllow 它是一個將文字轉換為聲音的擴充程式 它可以將整個網頁的文字 或按需要選擇部分網頁內容 用廣東話讀出 那以後打開一個新聞網頁 就不止可以看新聞,還可以聽新聞 ReadAllow它除了支持廣東話之外 還支持超過40種語言 只要按一個鍵 就可以將整個網頁的文字轉為語音讀出 用起上來簡單和方便 跟著下來 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安裝和使用 首先用滑鼠打開Chrome瀏覽器 然後在瀏覽器右上角 三點圖標按一下 在選單裡面選擇Chrome應用商店 進入Chrome應用商店頁面 在畫面上方中間搜索欄打入ReadAllow 然後在鍵盤按輸入 畫面會顯示相關程式的詳細資料 畫面會顯示相關程式的詳細資料 在畫面上方中間搜索欄打入ReadAllow 在畫面的右上角 按一下加入Chrome 然後再按一下加入擴充程式 畫面會顯示信息 程式已经加入 按一下右上角 扩充功能程式管理图标 开启显示Readout 扩充功能图标 进入扩充功能程式管理页面 确定Readout 已经开启 在使用前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设定 按一下右上角Readout 图标 然后再按一下右边设定图标 进入程式设定页面 首先要选择语言 按一下选单 在里面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 我们现在选择广东话 跟着下一个设定 可以调节语音速度 在下一个是调节音调 在下面就是调节音量大小 最后在文字卡列定 那里有三个选顾 里面可以选择 再弹出视窗显示文字 关闭弹出视窗 以及弹出独立视窗 跟着下来 我们去多伦多明报网站测试一下 进入多伦多明报网站 随意选拣选一则新闻 选拣选完后 按一下右上角 这个图标 程式即时读出新闻内容文字 按一下视窗上方的暂停键 程式会暂停 如果要继续 就要按一下播放键 程式就会继续读出文字 而在左手边 左箭咀制 按一下就会跳回之前那一段文字 而最右手边右箭咀制 按一下 就会向前跳过目前的一段文字 不想要打醒精神 可能在风雪下 无法看清前面露面 在视窗右下角 有一个夜间模式图标 按一下视窗会转为夜间模式 再按一下 就转回正常模式 如果只是想读取某部分文字 可以用滑鼠选取想程式读出的文字 然后再按一下read out图标 程式就会将选取文字读出 气象局移出的文字 气象局移出 受到湖区效应影响 轿轮湖和乔治湾 Jorgin Bay 一带今日降雪量显著 按一下程式设定图标 减选弹出的文字读出 选取关闭时读 选取关闭时读 这种程式移出的文字读出 一带今日降雪量显著 这个程式 真的是几简单和方便 按一个按键 就可以将网易文字转为语音 让我们在浏览网站方面 多一个选择 不单止可以看,还可以听 让我们可以更加轻松 感了解不同的资讯 提升我们的浏览体验 如果大家对扩充功能程式的 安装和管理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里面有详细介绍 接着下来下一个视频 我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程式 敬请密切留意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睇 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意 分享 按赞 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 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